以色列25号清晨 誓言主动消灭来自郑主党的威胁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爆炸声响不觉 郑主党也随即发射了320枚火箭炮和无人机 攻击以色列11处军事要地 作为以色列在7月时 杀害了郑主党高阶指挥官苏库尔的反击 以色列海阀的天空黎明就能看见 白色火光还有警报声响 镜头清楚地捕捉到火箭炮 遭到铁穹防空系统击落坠毁的瞬间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 立刻前往特拉维夫的地下作战中心 总理纳坦雅胡还有防长格朗特 也立刻作证指挥 目前格朗特已经宣布 以色列进入为期48小时的紧急状态 他也在第一时间和美国防长奥斯丁通话 强调以色列的反击都是出于自卫 美国白宫也表明会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 密切留意趋于稳定 不过目前郑主党已经暂停攻势 并表明他们已经完成25号预定的攻击行动 接下来就看双边会如何继续出招 靳新闻张文杰王欣美报道 立刻上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靳新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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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